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就是一個久違了兩個月的一個近方 在年頭的時候說過 今年每一個月都要 給自己一個小目標或者小計劃 一年下來就可以完成了12個計劃 或者12個目標 我是1月2月3月4月 我都有做到的 但是為什麼5月和6月 我都完全沒有更新呢 就是因為我看4月的時候 我的更新就是我的 低潮期 我覺得那時候的情緒 是很延續到5月和6月的 4月到的時候 又發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 令到我的心情更加不好 那什麼事就不跟大家說了 總之就是 我整個人都很沒心機 又是攤你沙發 或者看電腦 或者睡在床上 是很沒心機 所以4月和5月 我也是比較 去度過我的人生 所以更不要說 我要定目標給自己 是不可能定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 完全是一個放屁的狀態 然後加上 4月底 5月頭開始病 感冒 然後一直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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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大家有看過 星姨王那條片 都會知道是發生什麼一回事 病的時候 那個人是更加 沒力氣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 5月尾 6月差不多 整個月我都是去旅行 不過始終有去到旅行 是去一個完全新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 又比較 開心了一點點 對,我整個人好像 振作回了 認真回 過人生 其實都有幾個計劃想跟大家分享 希望順順地利 其實這個計劃我也是想了很多年 甚至乎 應該是說我由開始做Mirror's Garden 這個頻道的同時 已經在想 我想做這件事 就是開一個韓文 Channel 專講韓文 對象也是韓國人為主的一個頻道 為什麼我會想到這麼久 到現在才做呢 因為可能四年前 只是對韓文很熱誠 但是其實很多說話技巧 或者表達的方式 都還是很多不足的時候 我覺得無謂獻醜 但是現在慢慢在韓國生活 然後都開始熟悉 用韓文去表達自己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一個好時機 可以讓我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我也有很多韓國朋友 都對我說其實我真的很想看你的影片 但是我真的聽不懂你說什麼 可能很多人是有學到中文 有學到普通話的 但是因為我多數都是講廣東話的 所以 令到他們想看都看不明白 其實如果你說現在我的韓文水平 和四年前 當然是進步了很多 但是你說現在是不是很厲害 當然不是 因為我始終都是讀藥當 讀到四級 就是我沒有再讀 我純粹都是自己和朋友聊天 或者看韓劇 或者看韓國的新聞的時候 自己這樣去慢慢吸收 所以我韓文的程度一定是 不會及一些讀到六級 或者讀大學院的朋友那麼厲害 但是我至少覺得我現在 我和韓國朋友聊天的時候 都算是流暢都可以表達到我自己想說什麼 但是當然我會想自己再進步 所以我覺得 我也想以這個契機來去練多些韓文 因為其實在韓國 我也是看到韓國朋友的時候 我才會講韓文 所以如果可能把韓文 去融入在我的工作裡面的話 可能是會 在模型之中 令到我的韓文是更加再上一層流 我真的很想自己的韓文可以再進步多些 因為我覺得語言是沒有邊界 是沒有盡頭的 所以一直都想自己 對於韓國或者韓文的知識 再變得更加穩固 更加有基礎 預計7月內會開始這個韓文頻道 然後可能一個星期一條片 或者兩個星期一條 或者是不定時都有機會 我還沒計劃好時間 也還沒計劃好內容 但是可能有很多已經訂閱了我的朋友 都想看這個頻道 但是未必韓文說很厲害的時候 所以我是為了大家 我會加上中文字幕 所以那個頻道裡面 就會有中韓字幕 說的語言就是韓文為主 所以各位對韓文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在之前這條JOMALONE的影片也說過 就是我想學整香水 其實我已經報了名 它就會在7月尾開班 所以我是7月尾到8月 我選的這個class 算是濃縮班 然後就可以濃縮在大概一個月的時間裡 然後就學了所有東西 但是當然那個錢是好像貴一點的 但是因為我實在平時太沒時間 我經常都要飛來飛去 所以我為了可以省多點時間 我就讀一個速成班 學剩香水 就不是為了之後想做什麼 純粹是一個興趣 我覺得它增加自己的興趣是一件好事 所以可能我也會趁這下半年去擴展一下 看看自己有什麼興趣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幾天忽然很衝勁 很想學很多東西 我覺得自己是很不足 或者裡面是沒有什麼內涵 所以我是很想去充實自己 很想去學多點東西 除了這個香水之外 我可能也會報這個wine tasting 但是現在我還在吃看藥 然後Han Yorong叫我不要喝酒 越來越覺得健康是非常重要 我決定要報學瑜伽 因為我還沒做過瑜伽 近來看IG 看到很多人都開始做瑜伽 高溫瑜伽也好 或者是最普通的也好 在帶子上釣來釣去的也好 所以我就搜尋過 做瑜伽是可以令到整個人 可以放鬆到身體 和舒緩到精神 我覺得我應該都很需要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決定會報學瑜伽 希望所有的計劃都可以順順利利 總之我最近的更新 就是這麼多了 尤其是現在暑假 大家都應該好好安排一下 自己這個暑假 不要太偷地過去 做多些活動 希望大家看完影片之後 都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你這個月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不如按讚我 記得追蹤IG和Facebook 或者可以支持我的掌聲動態 記得按下旁邊的鐘 按下再一個掌聲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然後我們在韓文頻道再見 大家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